哈喽大家好我是球杰 解开所有的迷惑 最近呢 决议求生未来之一 炮军的C也是科技泛滥 时不时呢都能匹配到外挂 我们先来看看外挂呢有什么类型 决议求生未来之一 科技泛滥劝退玩家 在未来之一上线的这几天 科技泛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最常见的就是无线子弹 持续按住开火键 在被淘汰玩家的视角当中 是没有子弹的 开进之后没有任何声音 但是仍然可以淘汰玩家 其次就是瞬移 移动速度比正常玩家快上好几倍 最有意思的就是无线信号枪子弹 无数架飞机运送空头 当然团击模式已是科技玩家 经常出目的地方 只要过了无敌时间 直接被暴投淘汰 只看见科技玩家疯狂刷屏 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 视频之后真的正确代表 决定求生未来经营的科技泛滥 这些科技呢无处不在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决定求生未来记 刚上线竟然坏那么多外挂呢 科技泛滥的阻担原因呢 只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几个小团队呢 搞出来的外挂 就为了仅仅赚钱 像割一波玩家的韭菜 其次呢 这些外挂呢 也不仅仅是几个小团队 搞出来的赚钱工具 当然也是 一些公司作为搞死对手的工具 比如说呢 如果一个玩家呢 精彩遇到外挂 那么呢 他们就失去了游戏体验 那么呢 他们愿意退游去玩箱等类似的游戏 所以说呢 一个游戏公司和外挂的斗争 不仅仅适合制造外挂的团队 甚至还有游戏公司呢 出人出力 去支持外挂的团队 不过话说回来呢 身为玩家呢 我们应该要树立正确的游戏价值观 拒绝客气 绿色游戏 从我做起 当然荧幕前小可爱们对手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关注小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